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语言语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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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再讲一个 下面再讲一个呢 语字头 下语的那个语字头 这个用的字也很多 实际这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宝盖有近似之处 下面我说一下语字头 它是由 宝盖呢 它是一个点 这个呢 上面要写一横 再加一个 这样一个宝盖 再加上一束 一边两个点 是把这些 如何来摆好位置 哈 当然上面的这个 语字头的 这上面的宝盖 和我们前面讲的宝盖 是一样的 哈 要 两边 基本上 匀成 不要一边长 一边短 哈 也就是说这个意思 上面是一横 这 这个宝盖 这两边 要让 这是那个 一横 一写了 这就是那中 所以你这本来出来这么多 这本来也要出来这么多 它就 比较规矩 哈 比较规矩 下面就是一束 和这四个点 如何来 安排 哈 这一束 由于 这个语字头 它都是 组合字 所以呢 这一束不要写得太长了 太长了 太长了 下面的字就不好安排了 所以你就要稍短一点 这一束 一般都写垂陆 哈 当然这是也要写的这中间 这中皱线 这是中皱线 这四个点 我们前面讲 不要雷同 所以你把这四个点不要都给它写 四个都一样它就不好看了 所以这四个点你给它变化一下 你看 你这个点来这么写 这个点这么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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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这个点这么写 你看这个这么一点 平一点 这稍稍往下一点 这四个点它不一样 它就好看 是吧 如果说 我们不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些 你把 这个写完了以后 这个 这是中有了 这边一直这么长 那你把这个写 写这儿来了 它就不太好看 是不是 这一竖这儿 你也不按照中间写 你给写这儿来了 这也不好看 你把这些太短了也不好看 写太长了也不好看 这个点都一样 你看这四个点都这么点 这个 不用练就都可以点好了 啊 这随便长短 那都可以随便写了 那就 那我就不懂了 反正 为什么要这么写 我就不懂了 我觉得 它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它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啊 所以呢 我们在写 语字头的时候 就要遵守着 这四个点不要让它一样 啊 这两边要匀乘一些 这个 上面这一横写了以后 就有一个中 这个 一竖一定是在这个 中的这个位置上去写 不能偏了 啊 它就不好看 啊 所以这个语字头呢 它有这么几个需要 我们自己注意 才能把这个语字头摆得很漂亮 啊 像下面这个 没有按的那些 它就不好看 啊 下面我举一个 语字头的这个字的例子 啊 我们写一个 语字头下面 露水的露 云彩的云都可以啊 我们先写一个云字 简单一点 啊 所以这个下面是一个弯钩 这个弯钩一定要不要写偏了 啊 底下这个云 一定这个弯钩 也一定是在一个中线 两边要一样 所以你有这儿 这弯过来 这弯过来 这不能短了 也不能长了 一定是 你看这是那中 这边拿出来这么多 那你这边拿这点 也只能点在这儿 它就好看了 因为什么 这是那中吗 这是那中吗 你看这两边差不多 它就好看了 哈 哈 你要把这底下这个 这个弯钩 这云在底下这个 你给写成 啊 我再写一个不太好看的哈 那 就往这么来了 这中在这儿呢 这 这字就有点扭了 是不是 你要是把这 那头写长了 它又往那么扭了 所以它又有一个法则 这个弯钩啊 是决定这个字 稳不稳的 一个很重要的 哈 这是云 云字 哈 再 再举一个字的例子吧 哈 再举一个 露水的露 哈 转叶 哈 感谢观看 露水的露 上面 这一行这就是那钟 所以你下面的露 两边也应该让它比较匀成 不能偏这边也不能偏那边 使它上下组合 它就比较稳 后面我们要讲这个上下组合字的时候 还要详细讲这个 就是下面这个要一和上面来 吻合起来 让它平稳起来 这个鱼字头的字呢 就讲到这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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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